那我这边要分享给各位是说 当我们在在安排演讲的时候 安排演讲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的思路都是这样子 我通常 各位你看我们会像以这个例子来讲 这个是109年的未来教育科技论坛 那所以我通常会在 我会先去想 我会先去想我要讲哪些内容 所以一开始不外乎我怎么借掉教育处 然后我在教育处里面做什么 然后到我们怎么弄创课 然后到花莲怎么样成功的一个经验 然后最后我们怎么翻转的科技教育课 然后后来因为时间 大家跟你讲说那个时间有多少 那你会发现时间不够对不对 你就会开始有一些想法 就是那我要讲的重点到底是什么 观众群又是什么 你就会发现观众群如果是 因为这是科技论坛嘛 所以观众应该是 关心科技跟教育的一些人 那所以你的重点就会是在 科技跟教育上面 所以我就会把我自己前面那一段拿掉 就会把自己前面那一段拿掉 所以就会开始讲一些什么 科纲国小科技被拿掉的问题 然后花莲的教育的重点 然后全世界都怎么做 那我们这边怎么做 然后我们的创课教育是怎么样 可是当你这样子想完之后 你就再想到一件事 就是这是一个演讲 演讲通常时间很短 各位时间很短 那时间很短的话呢 如果你像学术论文这样子讲 其实没有人要听 听了也会忘记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会 后来就会慢慢的转 就是转成像 我希望这十分钟就像看电影一样精彩 那所以我们就会从故事讲起 那从什么故事讲起 我们十分钟我们就把它切 二十分钟我们把它切成四段 一段讲五分钟 比如说第一段 我就开始讲为什么 讲那个课纲 科技领域不见了的这一件 这个故事 然后从故事里面 从故事里面才去 从那个大现场的现象 然后才去讲到 我们我们的思考 跟我们的做法 所以每一段都这样子讲 你的感觉上就会像我在听四个不同的故事 可是每个故事听完之后 我都了解了那个 你要讲的内容 还有 还有花莲县的成绩 你们的做法 你们的宗旨 你们的做法 那后来就变成说 确定就用这个方式来讲 所以同样的方式 我在做 当初在做那个 当初在做这个演讲的时候 我们后来本来也是列了一堆 想要讲的内容 对不对 但是后来就把它弄得像演讲 像作文 像那个演说一样 有情节高潮低潮 所以你看我拉了这些红色的线 一开始我会先讲到那个 loser的失败的教育 然后在这种谷底的情况下 我们突然产生了一个希望 给目标给希望 然后到第二段 我们做了一个叫创客教育 这样 然后呢 做了创客教育之后 因为这个东西是要鼓励 鼓励大家一起来做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 要给一些方法跟案例 让他觉得说 哇原来创客教育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 然后跟他们讲说 这个东西又简单 又好做 做了又很有交易意义 然后最后呢 我还要鼓励他们做 所以我要给一些资源 给一些鼓励 所以就到第四段 然后你的资源在哪里 资源跟资源在哪里 然后做了会有什么 什么好处 然后就可以解决 回应前面那个 最前面那个困顿的教育 所以总是想法 人的想法都会有不同阶段 会有不同的变化 那你会根据你的需求 去做改变 那新制图就是这么方便的 可以随时调整 我想我想这个部分 也给各位做个参考了 就是一开始我讲的那个 我的部落格网站 文胜老师的创意天空 制造者时代 然后右边 右边这里第二条连结 研习资料缴交的地方 从这里点进来 这里就很多老师已经交了 那我把那个连结再贴给 给大家 所以如果你还没交的 可以从这个连结进来 好 非常感谢大家 放暑假了 礼拜六 还来参加课程 我都在买声 感谢各位不嫌弃 好 老师不用担心 慢慢来 慢慢来 这是一个 很快速成长的历程 但是动作虽然很简单 但是它的威力非常的强大 所以老师一定要练习 一定要练习 对 任何问题云端 咱们再相见